主席,各位官員,各位朋友,各位同仁,大家早 主席,我們是不是請社會司長跟次長 那先請次長,那次長可能 我知道 市長,你好 我們知道政府對於那些比較弱勢的家庭或身心障礙者 其實是提供了很多的救助 那事實上在整個執行的過程當中 有時候因為法律的規定 還有一些申請的手續、程序造成很多的環展 所以往往會把說政府很多的美意 做了很多事情 可是來到老百姓的心態裡面,他又感受不到 而且認為說你政府好像有意在刁難 好像有意故意是在找麻煩 那現在我們現在就用一個 有人來跟我陳情用一個案例 那還有就是說我們 為了接受這個陳情案以後 我們還跟你們很多的局處來溝通 之間 產生了什麼問題 我們來請教市長 根據我們那個身心障礙者的一個補助的一個辦法裡面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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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生活補助者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他的第三項 他說 他說 3.411計算 那今年改成0.982 那當然你的0.982 你說是用台灣銀行的利率 那你用這樣你一改變以後 你把它推算回來 那本來原來他200萬的 那因為匯率的變動變成他300萬 那你變成300萬以後 你說好 他說 那他可以舉證 他可以舉證 那目前我們的一個作業程序是怎樣呢 我們目前的作業程序是說 那個相公所 你直接把這個扣角平單去申請 互扣角平單 相公所就按照你的扣角平單的利率 去把你緩除回去 那你說不行 那不行的話 你發現說 算出來的話 那個好像200萬變300萬 那你說 他可以舉證 你說你要他舉證 舉證說他戶頭 那為什麼沒有 他當時他就可以舉證了 為什麼一定要等說送來 省而不行 再推回去 叫他舉證 那你們每一年 你每一年清查 你清查都算10月跟12月 的時候清查 那麼身心障礙者 他要到12月他才知道他自己有沒有合格 那為什麼要這麼 這麼的環雜呢 而且 而且 你們 你們 你講 還有像 我們這個陳情案 他是比如說雲林 那雲林 雲林縣政府 他說你要確定 那個身心障礙者的一個 退證的處理辦法 就是說 他說 我們問他說 你是不是可以在第一次復證的時候 他就直接就可以舉證 把它推翻掉 而不必等到退證的時候 你再舉證 再把他推翻到環雜的程序 那麼雲林縣政府說 還要你們上面的公文 否則不可以 那你想想看 一個身心障礙者 他行動已經很不方便了 假如他的其他家人又要上班 那麼 李幹事統一把他申請的文件集中以後 送到相公所去 那 你已經 他其實他自己都知道了 你用那個環相回來 他一定是超過兩百萬 那他要舉證說不行 一定要怎樣 要推薦 才能夠再重新舉證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好 跟委員報告 我們這個審查的部分 我們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在社會救助的部分 我們其實要求是說 就你申請第一次的時候 你把相關的親屬 你這個相關的表格都送來 但第二次以後 就直接用財稅資料去查 然後就讓這個申請者不會 就是不會說他每年都要拿很多的證件過來 那有關於申請者 就你剛剛講的嘛 如果 你再把你的申請 你說第一次他申請 那第二次 就要拿那個報稅 就是報稅就扣角平單嘛 就利息扣角平單嘛 齁 第二次你要加戶利息扣角平單 你們用利息的扣角平單 還推回去嘛 就除以 除以那個 那當然以前的利息2點多 你去年的利息是用2.411嘛 那去年的利息的話是用0.982嘛 那你這樣的話 你當然他換推回來的話 他變成 每個人都 兩百萬都變三百萬 變那個嘛 因為你除了基數少了嘛 那你 那為什麼 你為什麼不讓他在申請的時候 他就直接他就可以取證了啊 為什麼一定要等到退件 就說你第二次 你要等到他退件 你你你你你才要叫人家取證了 他講他第一時間他就能取證了 因為他自己算都知道了你為什麼不可以呢 那再來 你你們清查 你清查 你清查都是10月到12月 也就是說 其實他身心障礙者 他本身他在計算這個利息的時候 他已經早他自己都知道說他會被退回來 可是因為你沒有事先讓他改變 所以他按照規定他到12月他才能舉證 也就是說他拿到錢都要13月以後的 那那 對他來講 你為什麼要多等這幾個月 他少拿了好幾個月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對不對 為什麼為什麼你們 就不能夠 為什麼要等到退件 你才要讓人家舉證呢 好委員這個我們再進一步了解 那我們 不是不進一步 你現在說 因為 我為了這個案子 我為了我們的助理 為了這樣的一個澄清案 我跟你們折成了多久 那連我們立委 我現在問了 我現在第一個我去問你們 問你們 你們有什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福島科中部辦公室 他表示什麼 他說表示說他的利率的計算 是以台灣銀行年度變動利率計算 他依法行事 那你可以舉證 你可以推翻 你沒有超過兩百萬 那你要等他推薦 你才能夠去推翻 那好 那他說 那都是 雲林縣 那個雲林縣政府認定了 的辦法 那雲林縣認為說 他是你們規定的 沒有你們公文 他們沒有辦法 第一次就可以讓他舉證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為什麼要這樣折騰人呢 所以次長 委員應該是這樣子 如果是當事者可以提出 說他的不是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接受的 那這個部分我們再來處理 對啊所以你們是不是趕快行文 給各個縣市政府 說人家有辦法舉證 因為你那個利率變動嘛 那你用零點多也不對啊 那他有些銀行 那你台灣銀行是0.982啊 那其他銀行都1點多啊 對不對 那你們這樣 那你們這樣 你根本跟市場的一個情況 都完全不一樣嘛 台灣銀行本來都是最低的嘛 那你為什麼要採取最低的 那造成那麼多 每個人都要更正 每個人都要舉證 每個人都那個 是不是亂七八糟 你為什麼不就是說 你就讓他申請的時候就護他 十二月三十一號 營養存款餘額 為什麼不就得了嗎 那為什麼要這樣折騰人呢 對要等人家推薦 所以有時候我真的講啦 我們政府喔 確實很多美意 每一年花了那麼多錢 在補助那些弱勢家庭 補助那些身心障礙者 預算編離大堆 但看到吃不到 就是吃得到 要經過環雜的程序 百般刁欄百般折磨 你現在看 只要一個身心障礙者 那頂著兩個拐杖 一搏一搏的 要跑來跑 跑了幾次 我們一心何忍啊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做呢 那到憲政務 推給憲政務 推來推去 等到他申請到的時候 又多 又超過好幾個月了 他好幾個月他都領不到了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跟委員報告 第一個喔 這個個案給我們 我們來了解 我們馬上來處理協調 第二個部分喔 因為 委員所提的沒有錯啦 就是說 民眾申請的時候 一定是讓他的申請的手續 簡單明瞭 然後寫得很清楚 他一次就可以把相關文件都付了 那假如他有其他的一個佐證資料 是不是在第一次申請就附上來 齁 那這個我們從那個個案裡頭 我們也來瞭解 看程序上是不是有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來改善 對啊 這個東西就是說齁 對於這樣的弱勢 照您照講是說應該要 比較從寬的一個認定 而且採取是比較 比較怎樣 比較說手續上 不要那麼環雜 不要不要那麼麻煩 讓人家一再的推薦 一再那個 你想想看 我們是 立法委員 我們要去幫他們 去申訴這樣的時候 那我們 都也是也是一樣啊 去 去 去 所以 所以他到處去陳情 到處去那個 那官員 推來推去 營營縣政府 推給你內政部 內政部嘛 說這是地方 地方鄉村的問題 那營營縣說 你沒有公文給我 我們 我們 我們沒有辦法辦 那最後倒霉的是誰 倒霉的是誰 那最後 他們還透過很多關係 他們才找到我們 那 為什麼要這樣呢 縱使他到最後要拿到錢 他也是滿一心的厭氣 也不會感謝你政府啊 對不對 那你貸錢還有人 你當他拿到這個錢的時候 他會不會感激 他不會感謝的 他不會 他不會感激的 所以政府是在幫助我 他是一股厭氣啊 他說假的沒有 沒有哪個 我們沒有找到立委 他根本拿不到這個錢 到現在 你 你十月十二月認定 那他到十二月才知道 要等到他核准的話 拿到錢三月了啦 半年了啦 那假的真的說 真的很急著 要這個錢 生活的人 要死掉了 所以我覺得說真的 你們要好好去檢討 你們現在的整個一些程序 到底哪一些 有很不合理 否則的話 你政府每年花那麼多錢 花那麼多預算 那得到的是什麼 像你們也是這樣 你做很多事情 可是老百姓感受不到啊 你感受不到啊 那有什麼用 所以我是現在說真的 我建議你們 你第一次 人他能舉證 你就讓他舉證 何必一定要等到退見呢 謝謝 好 謝謝羅援的質詢